還不到上班尖峰時間 人行道上去已經出現 一幫人開始集結 過不到兩分鐘 其中一人 惡狠狠手持棍棒衝了出去 一度回頭叫其他人動作快一點 大伙兒陸續衝上前 這些人要往哪兒去 換個鏡頭來看 一部白色轎車誤闖死相 另一部白色賓士車跟上前 堵住退路 原來這幫惡煞 就是要進到隔壁巷子 街頭砍人 看到驚險萬分 準備上學的小朋友 嚇得趕緊逃離現場 現場血跡斑斑 八個胸弦下手凶狠 連輪胎都當場砍破 就是不想給兩個被害人 有任何逃跑的機會 凶殘的街頭砍人案 就發生在新北市 三重中正南路 警方調查後發現 21歲何姓女子的前男友 懷疑她劈腿才會提分手 從嘉義北上 找來陳姓祖賢幫忙報仇 一找就是八個人 拿著棍棒和西瓜刀砍殺 造成無辜有人 頭部撕裂傷 張姓現任男友 腿 腰 手 多處刀傷 被害人不知道 犯嫌有率先 有人在那邊埋伏 尾隨然後有 聚眾兜兜的情況 警方在下午1點半出動 準備逮人 沒想到卻撲了空 只是再看一次感情糾紛 居然聚眾在光天化日之下 大喇喇持棍棒刀謝傷人 已經讓附近居民人心惶惶 記者陳家豪何惟榮 新北市報導